有一位叫Yuki的网友问道,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弹琴的时候不去看右手? 这个问题问得好,这是在入门级别里面的相关的教学内容之一。 我们要求所有真正要学古琴的爱好者或者学员,在练习古琴的过程当中,很重要的一个要求,就是不看右手,也能把右手的基本的执法要弹到位,这个需要练习。 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刚开始学习的阶段是要看右手的,当每一个动作都做到比较到位之后,那么就开始不看右手,而把你的主要目光就看到古琴的中间或者后方,琴尾这个位置。 宁愿出错,就是练习的过程当中允许出错,出错了自己会知道,或者老师会给你提出来,然后你就纠正错误的这个方面,然后继续练,直至到不出错也能够弹准你需要弹的弦。 右手的手的手型也做到位,这个时候就能够达到刚才这位学员所提出来的要求,就是不看右手都能够精准的谈对执法,谈对弦。 那是不是就是说,用泛音和暗音的时候,就是不可以看右手呢? 基本上绝大部分是不看右手的。 我们在古琴的三大类型的声音,要谈好泛音和暗音这两个类别,就是左手要参与的这两种类型的声音。 我们在古琴的三大类型的声音,要谈好泛音和暗音和暗音和暗音。